二次元的老婆来到了三次元 全部眼福变得触手可及 还有比这更刺激的吗 山市淑女们安妞 今天又来给你们分享 七月必看炸裂新翻 泡夫个人觉得这不是更因人偶 坠入爱河的代餐 你们看完觉得如何 记得留言告诉我哟 男主奥斯和我们一样都是资深二次元 加入漫画研究部就是为了名震言顺 用学习时间做个老司机 他对三次元的女人完全没兴趣 只因遭受过三重伤害 八岁那年母亲跟男人跑路 小玄和女生告白 从此被负面谣言洗版 如今还被同班女生叫恶心宅男 でも大丈夫 因为只要降低一个次元 就有纸片人老婆丽丽爱露等着她 她的设定是专情侣 为男主丧命后化作天使重返人间 现实怎么可能有这种女生 但就是没有才才够 身上高岸后 曾生前辈全部毕业 如今的部员和社长全由男主包办 本来高兴可以独占秘密空间 殊不知一位新生学妹突然闯了进来 她叫天奶里里莎 因为喜欢漫画想要参观一下这里 一百年没和女人接触的男主万分警惕 女人只为妨碍她逍遥自在的御宅生活 正想随便掰个理由赶她走 结果女生自己盯上了隔壁的手办 男主得逞的笑容 懂了吧 这不是女生该来的地方 谁知粉毛直接开始侧平手办 所有观点太中肯 与男主不谋而合 比如胖子是白的不够刺激 黑色蕾丝会更搭 明明是女生为何这么懂 因为她从小就喜欢用H又可爱的东西 特别是对莉莉爱乐的爱 不会输给任何人 一句话激起了男主的胜负欲 两人展开了对老婆热爱程度的较量 但女主不仅仅是喜欢和憧憬 她更想变成莉莉爱乐 很快她的注意力被旧局场板吸引 莉莉爱乐一出场 两大同好粉开始狗叫 虽然不甘心 但这是实打实的同类 但三次元女生 突然女主一脸纠结 想展示个人兴趣 但怕男主会吓到 男主听必当场表演中恶病 这位于宅俗才不会去否定他人的喜好 光吃热爱某种东西就已经是同伴了 热血沸腾的话 全是从前辈那里卸血卸卖 反应过来才想起应该把他赶出去才对 女主脸上难也兴奋 秀出一丢丢绅士最爱写真集 声称要出一个类似的作品 这下男主是真傻了 女主从小就对布料赏的衣服感兴趣 奈何一直没敢告诉别人 第一次去参加活动 望着那些Courser大方分享清凉装扮 从此开启他新世界的大门 决定解放自我 Courser最喜欢的莉莉爱乐 可因为年龄限制他才一直忍耐到高中 如今获得男主理解 女主信心倍增 他希望男主能帮忙做摄影师 虽然一般约拍是上网找人 但和不认识的共处仪式 他害羞 还是志同道合的男主各有安全感 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有对莉莉爱鹿的爱 入学典礼当天他路过这里 意外发现男主一个人对莉莉爱鹿发誓 觉得这就是明年的安排 经过一番思想上的强烈斗争 男主最终答应了请求 Courser也算一种漫画研究 他可以视为是不活提供帮助 不过话说在前头 三次元终归比不上了次元 无论女主Courser有多色情 男主的意志绝不会产生动摇 女主已经迫不及待就地脱衣 要现场Courser给他看 男主所谓的意志一秒崩塌 何等放肆 这可是连窗帘都还没拉好 他赶紧拉过白板遮住 全程一动没感动 安抚自己 方才的激动都是假象 此时身后传来学妹准备好的声音 转头一看 2.5次元的老婆出现在面前 视觉冲击太过强烈 男主的处理器瞬间操在 接着女主丝毫不害臊 拉起胖子就要讨论款式 直到黄昏醒来 迎接她的是美滋滋的C准 男主从前的信仰全部崩塌 昨天自己对三次元的女人精神出轨了 咪咪已经答应纸片人老婆不会花心 这时罪魁祸首又现身了 她热情倾听男主分享动漫的感想 还陪她打游戏 根本是MVP载友 就连游戏里仅出现一秒的H画面 也被她精准布装 只因记录这些 有助于把Cos呈现得更真实 说到这 她又起了性质 当场脱衣就要Cosplay 今天穿的是番外篇的训练服 男主吞了通口水 亲情懂刺懂刺 女主要求帮忙拍摄 随即摆出准备好的pose 老婆就在眼前 男主快门键的手按得停不下 接着女主又换了一套补妆 男主逐渐乐在其中 毕竟人美 不管怎么拍都好看 女主看完照片 也盖章认证了这位新手摄影师的处女座 男主感受到女主对老婆的喜爱 下定决心不会再对她产生邪恋 要以最单纯的心情支持她 但不出意外 很快出意外 Cospo的拉链卡住 女主请求帮忙解决 男主硬着头皮上 结果用力过猛 紧接着便是二次元玩不腻的摔倒 扑进你怀里梗 五只手指恰好包周派 神奇男主直接被下风 还好这里是2.5次元 一般女生都不会报警 反而还会心跳加速 隔天一个大美女转进里里沙的班 全校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她竟是当红人妻模特美花玲 好身材高颜值也吸引了女主的关注 只因觉得她特别适合 Coslyly爱陆的恶魔闺蜜 美丽艾拉 要是能一起出Cos就好了 之后女主掏出找到的社团照相机 想来以前确实拍过不少团体照 男主边翻看边缅怀 女主意识到什么连忙道歉 一直让学长当个免费工具人 倒是忽略了她也需要社交 她愿意配合男主进行不活 可男主却推脱有心了 昨天的她已经彻底没上拍摄 女主的Cos也是可可可 完成度很高 女主一听泪流满面 马上又想脱衣来个Cos 那和今天学校检查随生物 所以把Cos不留在了家里 女主一秒内又有了新点子 抓起男主的手去往空教室 这里不会有人来 他们先取景试试相机吧 然而没有Cos不和妆容的加持 成品简直不堪入目 女主大感挥败 抱歉污染了男主的眼睛 可男主却不这么觉得 因为制服在漫画里也会出现 这句话给了女主当头一棒 只要把拍摄想成是制服Cos就行了 她把裙子卷成和漫画一样的长度 再画上个清秀的妆容 从平平无奇的边缘人 变成了时髦的线冲 此刻男主心脏爆炸 只能不断催眠自己 对方是三次元 女主主意多 不想只拍普通的人像 于是抱腿开插坐上桌子 胖子的冲击力快让男主承受不住 殊不知女主还觉得不够色 眼镜不小心跌到地上 女主趴下身寻找 冒失的眼睛没设定 戳中死在XP 戳坏门的手指停不下 这时女主站起身 一个没稳住 一屁股坐上去 触发了仰眼模式 昨天摸上面 今天摸下面 简直不要太幸福 拍完照检查时 女主才反应过来 穿的胖子根本不是Cos专用 这就相当于自己是白K 她顶着熟透的脸 大妈学长是色狼 全部笛片给她删掉 之后便匆匆跑去补课 事后最正直的男主听话 删了照片 不过还是留了一张做纪念 与此同时 小模特清理社团大楼 各社部员争相请求翻牌子 走廊被围得水泄不通 导致一个女生不小心被绊倒 端着的水 全洒到了小模特身上 她火速逃离现场 注意到了边缘的漫画研究部 若有所思 就见男主走了出来 这是命运的长风 原来两人竟是青梅竹马 当年她属于男主 万万没想到竟会输给二次元的紫片人 自尊心受损的她从此发奋 学习变媚技巧 甚至飞梢成为人气模特 五年归来转校到这里 就是为了重新追求男主 听着外头大批粉丝的召唤 男主材质发小成了当红模特 每花年二花不说展开公式 打算在这里把衣服晾干 实则借此拖得一剑不剩 诱惑男主 陈情男主刻手难得 封命双眼 于是发小片她已经包好 可以转身 他往沙发一躺就想裸睡 他问男主要不要一起 出男反应 哄得发小别提有多高兴 自我感觉已经成功变可爱 殊不知男主却说 他以前就很可爱 高功临防的发小打回原型 可男主只是因为别人这么说 才这么说 对他而言还是要虽然老婆才功 看着发小习惯性优手卷头发 男主开心他还是没变 听完这句话发小气得不轻 站起来反驳连前面也忘了遮 男主慌万中出错 经典且精准给美人头怀送抱 发小也索性一错再错 大算百给 男主脱下外套给发小穿上 他对三次元的女人不感冒 此刻更关心的是地上的老婆 发小的母语是吴语 只觉得五年下来他是病入膏肓了 事后发小乖乖穿上衣服 问男主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男主莫名其妙想起了2.5次元的女主 还在嘴硬自己对莉莉爱录一片痴心 发小哭笑不得 这男人5年来都没变 包括自己的心意也是 随后迅速逃离现场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办法坦率告白 原本是想令他寡目相看 到头来计划通通打水票 婚姻如潮水般用来 小时候他因为爆炸头 没少被欺负 男主就像盖世英雄救下自己 虽然记忆有些滤镜偏差 当时男主只是中二病发作 把自己当成了拯救莉莉爱乐的救世主 但发小还是无药可救 就爱上他甚至专门去了解莉莉爱乐 从此审美也往这方面前进 改头画面后身边人的态度大转变 唯有男主还是那个 钟情与莉莉爱乐的死宅男 初中时期他被星探发觉 因为能够变得更可爱就去当爱豆 身边人想对他潜规则 劝他忘了土包子 只要变红就有更大的世界 发小断然拒绝 只因不想变成男主讨厌的三次元女生 他坚信男主是因为遭受背叛才封闭心灵 既然如此他就做那个永不背叛的天使 默默等待男主回头 如今只需要想办法撼动那颗钢铁之星 劝不了下一秒就看到男主和一个三次元女生对话 发小粮毛折返回去一探究竟 发小大受打击疯狂输出 身后的女主抓紧机会邀他一起cosplay 好不容易了解莱笼去脉 发小只觉得无限羞耻 穿成要拍照还要拿去卖 难道女主不害羞吗 也是会有一点点害羞的 只是想cos热情胜过了羞耻心 你看他 他看他 他看他 发小见老变态全程色咪咪盯着女主看 恍然耽误还有这么简单的公约方式 他随即答应女主 只要能让学长喜欢自己 做什么都行 更何况他不能放任两人继续这样私下见面 女主经常扮演老婆 长久以往男主就会误把感情转移到三次元 所以发小要在那之前先把男主抢到手 女主希望发小能cos恶魔闺蜜 发小立刻拒绝 强调自己想cos莉莉爱禄 因为学长喜欢莉莉爱禄 一根筋的女主听不懂 发小也没好意思说 要接此攻击男主 于是谎称自己也喜欢莉莉爱禄 一听是同号 女主爽快卸下装备 眼前的脂肪团让发小秒变怂 此刻他只能选择更小的美丽艾拉 在此前还要确认男主喜不喜欢这个角色 只要是二次元女生 男主都能吹出一百个喜欢的理由 但莉莉爱禄是老婆 美丽艾拉只是妹妹 可无论如何 扮了纸片人还算有机会 女主也是不废话 立刻要两尺寸 表示一晚上就能缝好美丽艾拉的cosm 这选的程度也是绝了 隔天来到社团 女主从昨夜起就忙着为爱发电 她对细节的要求很讲究 只因想要360度完美还原角色 这份执着却连发小也万分佩服 然此刻她更该担心自己 只因cosm非常凄凉 难怪一晚上就能做出来 女主还特意挑了最色的服装 这可比全裸还要令人难堪 此刻的发小为了爱情勇敢出满身体 因为她绝不允许女主更快攻陷男主 再次见识到漫画屋派 发小气得上前捏了一把 殊不知漫画桥段倒让女主爽了一把 之后是一段你们不爱看的 酱酱娘娘 好不容易准备完毕 男主享受了视觉盛宴 她由衷夸发小666 简直就是完美的美丽艾拉 发小高兴 这还是第一次学上关注自己 下一秒就见老变态的视线 依旧倾向隔壁的正宫 一瞬间想起了漫画里美丽艾拉的遭遇 对男主一见钟情 千方百计想要引起她的注意 无奈对方已经和莉莉艾拉有了羁绊 怎么操事都是徒劳 和自己如今的情况一模一样 无奈发自肺腑的心底话 却被两个重度二次元当成了Cost一环 望着男主花痴的模样 发小眼见饥不可失 就地攻影问他喜不喜翻 男主当然是喜欢的 一句话就让发小感动涕零 这是等了十年的喜欢呀 此刻他很感谢Costplay 也稍微感谢隔壁的女主 之后两人不要一起拍写真 里面的情节可谓是五颜六色 为了学长 发小只能上了 此刻男主举起战斗武器 今天将承受两倍的伤害 可他也准备好了妙招 便是花症男主阿修伯德 成为风暴前也能坐怀不烂的真男人 第一个po是卡欧派 还没开始 隔壁的真男人就破功 流起了鼻血 本来发小还有些抗拒 如今到底不可待 自然反应却被天真的女主 当成了演技 男主也是准确招拍了争情流露 之后轮到发小 给女主注入魔力 此刻只有男主仍在状况外 夸赞儿人的演技可是相当完美 更羡慕阿修伯德 日日享受福利 这时两人的服装 莫名其妙勾到了一起 女主又开始求助男主 很守难得的男主上场 这一解开就是伤打 结束闹剧后三人聊起漫画情节 男主由衷开心发小对漫画很了解 这时发小才意识到自己只顾着让学长喜欢自己忽略了最重要的事 男主此刻开心不是因为他变成了美丽艾拉 而是因为两人有共同的爱好 隔壁的女主看见二人聊得欢愉 心里莫名不是滋味 因为发小签了模特合约 刚才的写真统统不能公开贩卖 不过他觉得cost挺好玩 愿意下次再一起拍 女主表示目前的素材已经足够出一本写真 然而要想赶上一周后的活动就得连夜赶工 男主自然义不容辞 毕竟两人约定好什么都要一起做 而且遇见他以后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女主满面羞红 逐渐被攻略 深夜两人留在学校 躲过保安的学士后立刻着手披图 然而要处理的照片有正500张 精修一招得花5分钟 全部解决得花42个小时 女主一想到赶不上活动就要崩溃 这时男主抓住他的手 鼓励他别放弃 声响太大差点引来保安 万幸二人由主角光环附体躲过了检查 此刻女主心里也无限激动 更加坚定要把活动办好 好啦这就是205次元的诱惑 一到三集的内容 感谢收看 除了新翻 泡芙也会分享一些有趣的旧翻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